这几年国际上的变动无论是疫情、中美贸易战、恶物战争、以哈战争 亦有风吹草动、全球绷紧神经 台湾该如何在半导体和智慧服务优势下站稳国际地位 而在飞红供应链的趋势下台商又该如何冲出一条路 有大都三产业创新基金会与金周刊共同举办的印太对话 展翼艳行产业运生全球新策略论坛在台北登场 总统府秘书长林贾隆认为这场论坛不只是多年来 蔡英文总统在新南向、5加2产业创新计划、六大核心战略等政策的验收 更是在国际关键时刻赶快组好新艳型舰队 支持并带领产业全面布局国际市场 内需市场有限我们要走向国际 让新南向进阶为数位新南向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半导体跟AI结合的晶片 有各种的智慧城乡的解决方案 因此政府在亚洲矽谷这个计划也推出3.0 响应政府的政策的产业 透过大渡山基金会组成国家队 以大代小软硬结合 内外兼修 可以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这几年政府带领跨领域的产业前进越南 去年更到泰国 就是将台湾经验复制到当地 不只证明台湾Can Help 更建立台湾Can Lead的国际地位 每一年大渡山产丛基金会 都会办理相关议题的论坛 不只是集合跨领域专家经验分享 更是一个交流及汇流的平台 壮大隐形冠军的实力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 整个企业的新南向 它是一个滚动式的前进 那我希望能够在 不管是政策 部会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产业 或像今天论坛这样的汇流 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沟通平台 中小企业资源也不够 那我们的政策沟通 或者发生的能力都不够 那如果大家是可以整合的一起 那当然就会有很多大代小的资源 可以一起进来 那大家可以在沟通政策上面 也会比较够力量 影响力 论坛中除了规划台湾 对前进海外输出的机会 南向市场迎接智慧医疗 新浪潮两场专题演讲 更邀请政府及企业界代表 分享针对国家队组成 人才及资金多方会谈 提供观点 为企业找出一条最适合的路 企业要永续经营 必须进行转型 而产业要能够在国际 占有一席之地 更要扭转既有观念 不再单一企业 一个皮箱打天下 而是以大代小 发挥舰队优势 一起走出更长远的路 记者翁陈玛安家 郑立浩帆佳轩 台北采访报道